大家说到万平前身这个美国的 又说到车祸,美国的通胀其实这个车祸都很大 美国6月的消费者物价只需的一个主要通胀数字 比上月高了1.3% 而比在去年同期高了9.1%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8.8% 而且是41年以来最高的纪录 美国通胀高销不退,令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尤其是汽油升到飞起,而美国人没有车便不可以生活 联储国内的压制过高的通胀唯一方法就是猛烈的加息 令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危机 究竟这个问题出现是哪个过错呢? 是哪个造成呢? 其实呢,难听说是一个自作业来的 现在有几个,首先就是美国政府就 不理那些专家警告 在大量印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政府就不理那些舆论对于通胀的忧虑 大规模的推出一些经济刺激法案 大量增发美元,只是单是2020年3月到2021年的3月1年里面 联储局就三次开动印钞机 发行了几多,或者接近5万亿的美元 当时呢,包括了这个前财长薩默斯 薩默斯,在内的很多专家都已经曾经发出警告 就说刺激力度过大,可能就会引起经济过烈的 但是呢,美国政府就 听都不听,自若网民的 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 就搞到大量的货币就流入市场 由于联储局的反应不够及时 到经济过烈的时候呢 他才要追回之前落后的 就是压抑的速度 那就唯有就猛地加息,那变了过油不及了 但是专家普遍的认为呢,美国单方面加息 对压低的物价的帮助其实不大 因为造成高通胀,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美国对外政策造成的 所以马列加息最终只会带来什么呢 后果就是经济衰退 当然,当经济衰退的时候 到来的时候,失业率就大升 通胀理论上就会快些降低的 第二就是西方对这个俄乌战争 就慢地对俄罗斯的制裁 令到这个大中商品价格狂升 美国领导的北约不断地东抗 挑衅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底线 结果就引发了俄乌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又不断地撥火 又联同那些盟友在那裏 多返制裁俄罗斯 搞到全球的能源市场,糧食市场都受到冲击 令到能源价格飞升,糧食价格飞升 那既然会推升通胀 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拿石头摔着脚 不是摔着他政客的脚 而是摔着美国人民的脚 第三就是美国就要对抗中国 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 结果就推高了国内的通胀 特朗普年代无端端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那现在的拜登政府就继续做这个特朗普的做法 完全没有降低中国进口美国货品的 之前所加上的关税 令到成本高涨 而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货品 需求很大,所以需求的弹性就非常低 就是这样你加税款的话 承担就去了这个进口商 而进口商当然会将这个成本转价给消费者 物价不断向上升 推动了美国的通胀一个重要原因 据美国商会的数据2021年 中国的进口商品的总额就去到5064亿美元 而美国致富的推算 如果美国取消了中国 对中国加清了的关税 那整体的通胀率 就可以降低1.3%不多 就是1.3个百分点 就为了压制这个通胀 然后联储局又推收水 又加息 收水就是缩表 就是将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减少 就是说呢 将现在联储局的手上的国债 和按揭抵押证卷放出市场 收回一些资金 而两个手法 就用两个手法去冷卓市场 加息其实就是增加这个借钱的成本 而缩表呢 很简单的就是 直接将这个在市场流通的钱的数量减少 联储局的6月份呢 就已经加了0.75厘息的了 而这个加幅是1994年以来是最大的 同时呢就宣布每个月 开始6月 每个月会缩减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和175亿美元的按揭抵抵抵债券 那3个月之后呢 就会将这个缩表的幅度加大一倍 那就是说到9月呢 那宿布的国债就会减少600亿美元 就是会在卖600亿美元的国债 在市场中收回600亿美元的现金 而抵抵债券呢 就会去到350亿美元 就是说每个月呢 就会收回950亿美元的钱 那市场估计呢 联储局7月呢 就有七成的机会呢 就会再加0.75厘息的 而有三成的机会就会加1厘 借钱的成本高了 市面上又 就是钱又少了 那自然呢就会进一步推高借钱的成本 那当然了 那么贵的钱就好少了 很多人去借了 就是来买东西啊 投资啊 炒东西啊 那美国经济的热度 当然会冷卓 市场现在呢就开始担心了 那联储局这样的急进猛退呢 就会引发了美国 会引发了美国经济的 但是呢 有问题就是 不少分析也都指出 加息呢 又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 美国的通胀问题 因为美国这一次的通胀背后原因 就不单是这个 印钞机 盲印钱 还牵涉到全球的供应问题 全球的大 大宗商品供应那个 供应链中间断了的问题 那美国在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又解决不了通胀的问题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造成一个更难搞的滞胀问题 就是说经济又放缓不前 而通胀又继续向上 那就是 现在这个是一个两难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停止加息甚至减息 因为经济不好 停止加息甚至减息 那么通胀就会加剧 但是你有压制空胀的话 你又要加息 那美国经济会更坏了 所以说这个 虽然这么说 制作业就不可活 但是美国经济不行呢 全世界都没有好日子过的 好了 接着说完美国 说完欧洲了 欧元现在会设里面 就最触目的 就是欧元对这个美元 变成等价 一欧元等于一美元 回到二十年前 而最新的汇价就是一欧元 对1.0074美元 升了一点点 但是呢 都是接近二十年以来最低的了 那欧元呢 一九九九年的一元 开始启动的 那当时呢 对美元的汇价呢 就是一欧元对1.19美元 去到二零零一年呢 欧元对美元呢 曾经呢就跌到去 一欧元对0.9美元 那到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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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这场俄乌战争烏克兰毫无严下输家 但欧洲面对美国这个阳谋时而不见 然后美国针对俄罗斯和其实针对自己 欧洲经济和欧元成功地被美国借这个烏克兰战争打残了 4个月半时间左右 2月24日俄乌正式开打 这几个月内欧元对美元大贬了两成 变成跟美元的汇率一样 等值 欧元贬值速度非常惊人 美国自从欧元刚刚出炉的时候 1999年1月就开始想打欧元 因为不可能被欧元 走上来会威胁美元的地位 当时立刻搞了个叫做科术沃战争 之后又搞了一些金融的风暴 和欧债危机都搞不死欧元 要直到最近的俄汇战争才搞垮欧元 美国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欧元和美元的形势之所以会逆转 很简单就是因为 大家都不看好欧元 又看好美元 其实造成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 欧洲国家出于政客的私利也好 蠢也好 总之就是跟着美国这个别有用心的大佬 发动和参与俄会战争 浪费很多钱 买武器 又要接收很多 乌克兰难民 也要浪费很多钱 而且又制裁自己需要的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能源 搞到欧洲能源价格飙涨 通胀状况跟美国其实差不多了 今年6月 欧元区的通胀高达 8.6% 是1970以来有统计以来最高的 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最近还继续搞 继续跟俄罗斯 比俄罗斯就断气了 民生当然就衰多几前重 分析已经警告了 欧盟继续跟俄罗斯搞些无谓斗争 欧洲经济会含入衰退 欧元对美元就只能够继续贬值 没有其他途径 第二个原因就是联储局 玩来加息了 搞到美元 回流 这个 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九菜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美国一般来说它就开动印钞机 那些美元就 热钱就周围走 流到海外 炒高了人家的资产 那些东西 之后联储局通常就会加息 加息那些人就会将 资产变卖 转回美元 流回美国 当地国家就会大失血 可能会造成金融危机 之后呢 当你跌到那样 它又来又会放水 又会推高这些 资产价格 这样就继续割掉 欧元区也是这样被人割的 尼克逊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 曾经有这样说过的 美元就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就是你们的麻烦 他说的时候 得意之情 就日于言表的 当然了 美国呢 这次就拼命地加息 出于什么呢 就是自救的 更加就不会理会其他国家的生死了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最近就说了 欧元和美元评价 其实呢 是美国欺骗这个欧洲的结果来的 那欧洲傻傻傻地 对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现在呢 就要试试 什么呢 正式呢 就尝一下这些苦果了 大家好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巴士的部推出的一个新服务 石楼台 石楼台提供独家内容 给我们忠实的观众 订阅石楼台 每天不用港币两元 就可以看到我陆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团队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独家内容 帮我们在YouTube频道的节目 是不会减少的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在画面下面的资讯栏 点击石楼台的连结 就可以浏览到石楼台的内容介绍 和免费试看一些精选的内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网站 也都可以找到石楼台的 请大家去石楼台看一下 多谢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apa en ib